進來了 超快 我們看看我們這個酒店裡面 會不會很髒 其實我已經盡量在這個鏡頭 Podcast 的朋友非常好 我已經在這個鏡頭 Podcast 的朋友看不到 看不到我們的樣子 看不到我們這裡有多亂 但是 如果在YouTube 你看Live 或者Patreon 的朋友 就有機會你會看到 咦?不是啊? 完全不亂 我覺得天尾這裡很漂亮 骨子 後面那些枕頭 都很整齊 但是因為我今天設定的鏡頭 是非常細心地去找一個正確的角度 只要我向左轉10度 向左轉10度 那些角度你就會看到 有一堆 有一堆東西在那裡 然後再轉10度 又更加有另外一堆東西 而另外那堆東西 還要是不能外出的 哈哈 因為有些內褲 你的內褲 我的內褲 我的內褲是那邊 鏡頭後面 上次如果你有看Live 的朋友 有機會看到我的性感內褲究竟是怎樣的 很棒的 對 如果你想重溫的話 你也要去Patreon 才能重溫 哈哈 我都不想出東西 突然出了出來 好像新年那些 是啊 今天我們就進來 我們要講這個正題 今天我們正題是甚麼 正題是講這個 今次這個 是網友提供的 你知道嗎? 是嗎? 因為我本身就不會說這些八卦的事情 因為前兩天我就說 其實有些甚麼問題 有些甚麼題目可以說 我真的想不到 沒有甚麼特別 因為最近我又很熱衷 或者用了很多時間去準備自己的即興和督笑 對 你要知道我是一個小時全部都是即興 你以為即興是不用準備的 我們要準備了很久 我又知道要分多少部分 然後我每一個環節 我都要訓練得很好 才可以即興做到那些事情 否則我停了就很麻煩 我又經常都要做那些 然後在這個Podcast 我唯有 幸好有一班很熱烈的訓練員 去訓練我出來 是不是好像Pokemon 阿天 Pokemon Pokemon 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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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訓練你 你出來吧 等我 你快點 練好你的電 那些 那些 不要搞個頭 好吧 不搞吧 很帥 因為他經常都弄到我的眼睛 很帥 對 所以就是這樣 最近有些網友幫忙 我就問一下有些什麼題目 有一個很突出的一個網友 就立刻說 舉手 他說 他說 這個陳振聰 你覺得你自己做不做到陳振聰 又或者 你覺得你 你 想不想做陳振聰 那些 如果好像陳振聰那麼有錢 每個人都想的 但是 是不是要做到他這樣 就像他做到這樣的地步 待會我就會說回他原本的故事給大家聽 因為陳振聰這個話題應該也挺外出的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外出 蘇格蘭公主你有沒有聽過陳振聰 有啊 還有小甜甜 還有小甜甜 對 我想是大約十年前 對 這麼久 有十年前 十年前的官司 大型的官司 然後到現在好像十二年前 對 去到現在 今時今日 去年的時候 就放了監 哦 出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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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不能騙錢 他最多都是 可以利用自己的名氣來做 好像說他遲些會出書 是嗎 不知道有沒有人買 什麼司聰轉 總之說他和小甜甜之間的關係 就是大家都看錯了我了 那些事情 哦 然後他在監獄期間還要相信耶穌 哦 他說自己 哦 就是他由這個風水腦相信自己 去到信耶穌 哦 他會不會去到教堂會看別人的風水 嗯你這裡不行 你下面要裝上玉 裝上我的照片 那些 那些 你有沒有聽過 他真的這樣說 因為他一直說 整個故事 去表達給大家聽 究竟他做過什麼 那些叫做眾生機 哦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因為蘇格蘭公主 他在蘇格蘭回來 蘇格蘭回來 所以他可能 當年看過新聞 都是用英文的版本 是啊 未必知道 我們中文這些字 什麼眾生機 是啊 英文是什麼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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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Plan 你直譯的 是啊 直譯的 Plan 對不對 有沒有觀眾懂得譯 有沒有觀眾懂得譯 可以跟我說 如果觀眾進來的朋友 快點 快點給我一個讚好 然後你就分享這個Live 還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說個hi 我剛才沒有說說 你沒有啊 先說個hi 因為你不說個hi 我是不知道你的存在 我知道你的存在才有意義 因為這個Live 只是可以Live 不會有其他東西 你不會留下 不會再看到我 除非你是Patreon的朋友 現在Patreon越來越多人 快點訂閱吧 有機會你快點訂閱 如果我就會做精裝的精華版 給大家看 有時候又會出動作笑給大家看 挺開心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 訂閱我的Patreon 支持一下 不要經常做免費仔 負責一點金 因為我自己都擺了很多心機 因為我自己最近我覺得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放太多心機 只是免費 免費的東西 我仍然都會給大家 但是我覺得 很照顧我 入場看show 或者 他們會 給錢去Patreon 我沒有理由不對他們好一點 所以我最近又多了節目給他們 好了 不過如果你作為一個免費仔 既然你11個人可以進來 現在就開始來了 現在就開始來了 好了 因為很多人未必記得 Tiffany剛剛進來了 Tiffany已經說了四個嗨 其實我講了秘密給大家聽 其實就是Tiffany告訴我 這個題目 其實如果大家 我又想過來一起訓練一下 隊伍 打一下隊伍的屁股 我覺得要訓練一下 他做棟篤士 打他的屁股 偏擦一下他 這樣 聽到嗎? Podcast的朋友 哈哈 可以打的 哈哈 不要搞啊 然後 在看Youtube的影片 可能只是在聽聲音 然後突然說 哇!有東西看 馬上看 看到紅色底故事 馬上看回來 哈哈 紅色底故事 以為真的有東西 是沒有的 不用看了 好了 好了 我要講一下小甜甜 不是 講一下陳振聰的故事 有很多東西 原來都很荒謬 但是有錢人也是一樣 我之前 如果你有留意過我的podcast 或者留意過我這個 痴線嫁的Youtube Live 都會看過我之前 和Steven做過一個訪問 他也有說過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很多很有錢的人 是會很相信風水的 是的 知道為什麼嗎? 他分析出來的事情就是 因為他們也會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這麼有錢 不是只靠他的實力 是嗎? 是的 原來他們對自己這麼沒有信心 因為身邊很多人都很有實力 或者你自己聘請回來的人 都已經很厲害了 你跟他對比 其實我有什麼呢? 可能真的我有運 有多一件事有運 是的 好像李嘉誠一樣 他敢不敢說自己是全香港最聰明的人 最有策略的人 未必是 但是他就是全香港最有錢 可能他也會有這樣的想法 可能也是會靠運 其實我是聰明的 不過是不夠good luck 我一向都是這樣想 我自己的 是嗎? 你很好笑 我覺得我全世界最不好運的人 我現在呢 我全世界最不好運的人 我的Facebook 仍然有二萬三個追蹤 真的已經算是很有實力了 哈哈哈哈 你想想 我原本已經是二百零三萬 但是現在我把自己壓到最低 很humble 告訴大家 告訴這十五個人 哈哈哈哈 我本身是二百萬的訂閱者 你知不知道 在我睡覺的時候 幻想到 哈哈哈哈 好了 所以 剛才所說的結論 其中一個 這麼快已經結論了 但是結論就是 Steven 跟我說的 因為Steven 就是 剛才大家未知知道 對 因為Steven 是玩這個 Poker 是玩Poker的 嗯 那玩Poker 他們就周不時會見到 一些很有錢的人 我 漂亮漂亮 梳了漂亮的頭 我幫你夾了他 對 不好意思啊 朋友你不知道 剛剛 蘇格蘭公主 鬥了我一個很重要的頭 哈哈哈哈 大家不要想哪個頭 沒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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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搞了 你經常都對著觀眾 搞自己那邊的頭 哈哈 不要啊 那我就決定不搞 現在放下手 你拿條繩來綁住我 好啊 更加 又更加啪啪聲 又更加啪啪聲 好了 今天我們要脫離 因為我們越來越接近 這個十八禁的棟篤笑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說話 都開始 已經開始編進去 好像我們最近看一部電影 叫Strange of Things 是啊 很好看啊 大家 你會發現 他會開始 越來越變得邪惡 是啊 我們就好像 越來越接近這個show的時候 然後思想越來越十八禁 哈哈 哈哈 然後現在就開始 嗨 然後就說一下 那些好色的事情 突然說說聲 哈哈 哈哈 那些事情 不好意思 搞到有一個人離開了 馬上說這些事情 好了 我現在說了 現在開始說回陳振聰的故事 陳振聰 你知道嗎 以下下來 以我所知的事情 我現在看到有做這麼多的 research 都是靠一個YouTube Channel 在那裡插回來的 那那個就是 哎呀 糟了 那個是什麼呢 那個是什麼呢 哎呀 糟糕 那個叫做 很出名的 啊 探 什麼探員X 探員X的頻道叫什麼 看一看 是解密工作室 探員X 大家都覺得很出名的一個YouTuber 哦 近這兩年是非常出名的 很快 33萬 現在已經 然後我就看看他的故事 然後我再加鹽加草 說回自己的見解出來 究竟大家在座這裡這麼多的人 可不可以做到陳振聰呢 嗯 一開始 探員X Tiffany說得對 首先 一開始他就說 陳振聰原來是 本身的名字叫Tony 哦 就是他本身很隨便的名字 但是你開始會發現他有什麼特徵 嗯 那麼 2007年 龔如森就死了 是啊 到了最後就是2007年的時候死了 所以已經是 20 不是 15年前 哇 15年前 這麼久了 是啊 當年47歲的陳振聰 是突然間出來了 嗯 突然間出來了 說他自己有另一份遺囑 受益人全部都是我 哇 我一個人 哇 就是很震驚 是啊 本身呢 你想想對比有多大 一開始 原本那個遺囑 就是他們 審 不是 龔如森他們本身 那個家人的遺囑 就是說 有一個基金 然後就是本身龔如森和他原本的老公做出來的 是做一些慈善 分給別人 嗯 然後他又會有些錢 去給他們 余森集團的一些 一些員工 和照顧他們的家人 就是很好 全部都是慈善的東西 是啊 那突然間 陳振聰衝出來 就跟別人說 不是啊 不能做慈善了 全部的錢都是我的 這個是有一份遺囑 是他自己簽了回來的 嗯 是很瘋 是嗎 然後就是 你會覺得已經是很自私 是不是 是啊 然後那些人才開始去查他的底子 究竟有多厲害 嗯 究竟是什麼人 我還很記得 我還很記得 一句說話 那句說話是什麼呢 就是我以前的同事跟我說 他自己的偶像 就是陳振聰衝 是的 他經常說笑 但是後來我說 他說得太多 他覺得 他是不是真的說真的 你知道嗎 我的偶像是陳振聰 他是做IT 所以他的樣子也是這樣 哈哈 我的偶像是陳振聰 他就是一個很喜歡錢的人 我的同事 他就說很希望可以做到陳振聰 有一天這麼有錢 然後說一下子就不用再賺錢 那些東西 因為有點淵源 因為陳振聰以前也是做電子行業 哦 是的 所以我的同事都會覺得自己是有機的 哈哈哈哈 是IT出生了 是的 是的 從頭開始來 現在說了結尾 結尾就是打官司 然後說回陳振聰一開始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會做什麼 很瘋的 1986年 那時候 很久之前 第一次他就有案底 有一個第一次的案底 那次的案底是什麼呢? 就是他申請了四張信用卡 然後是拿了9.2萬元 而當年是1986年 有9.2萬元是有機會買到房子的 你申請到 哦 他也挺厲害的 因為他報稱自己是醫生 哦 然後他第五張信用卡 他申請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他是假裝醫生 就不批他了 很厲害 一開始已經看到他騙人的能力 是挺不厲害的 那你就先記住有這宗案 因為到最後會有些冤泉 哦 是啊 然後有一年 拱如心的老婆被人綁架了 哦 不是不是 拱如心的老婆 拱如心的老公被人綁架了 是 他綁架了 原來綁架了兩次 第一次就被人綁架了 然後就叫他交贖款 交類似幾千萬 然後他就趕快交給他 好像幾百萬而已 然後趕快交給他 然後找到錢了 然後回來 但是其實他們兩夫妻本身是超貴的 是啊 是啊 他那時候說到 是說他們以前在公司 去送月餅給員工 他自己都會把一個月餅 剪成十六份 哇 這麼厲害 可以剪成十六份 是啊 都很厲害 你看到他多麼細心 我量個量角器 一量 好像我剛剛設定的鏡頭一樣 不可以有左不可以向右 不然就看到我的內褲 看到我的衣服 剛剛那個角度 就切了月餅 還要說 那些員工 有些人覺得 你不用那麼便宜 我不要了 那他就不要那個月餅 然後他做什麼 自己吃了 不是自己吃了 拿回家 哈哈 自己吃了 所以他本身是很有錢 但是他不會聘請保鏢的人 哦 他不會聘請保鏢 直到有一次 突然有一天 他習慣了早上跑步 然後就回公司 我懷疑他跑步 也不是因為 真的想身體健康 我懷疑是因為省車錢 哈哈哈哈 然後他跑步 不想報身體 對 不想報身體 對 一早就跟員工說 我早上很憂心 去跑步 你們全部人 通常要減薪 可能是這樣 早上跑步 然後回公司 然後有一天 突然間 有些人 你知道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很熱的 我也是X探員的粉絲 我經常都看他 當年以前的香港 是有多厲害 那時候 有一堆人 叫省港奇兵 你有沒有聽過 就在大陸下來 偷渡 可能是 他們通常都是拿槍 他們拿槍下來 因為香港人很有錢 大陸是很窮的 所以他們是偷渡 游泳下來 就是打劫 那時候最有名的 有誰 張子強 有葉繼歡 他們簡直是打劫金行 殺了警察 張子強是綁架了李嘉誠 是的 這麼瘋 不是 綁架了李嘉誠的兒子 對 綁架了李嘉誠的兒子 好像是兒子 以前就是這麼瘋 所以那時候又來綁架了 叫他拿了幾百萬 他又拿了給他 籌都給他 然後馬上給了他 幸好他老公就出來 沒事 那次 那陣子也有請保鏢 然後做一下他就覺得 保鏢好像多了一個人在旁邊 為什麼要多一個人呢 好像我現在又沒事 保鏢就在那裡看著我 而且這個人原來是要我的錢 再看自己的月餅 他就覺得 哈哈 都是不請他 剛剛我才想說 昨天有些人建議我要請保鏢 然後我也很快 然後我發覺 我寧願我給錢去學做健身 哈哈哈 做健身就比較努力 去學打拳 然後 鋼如心的老公就開始不找保鏢 誰知道有第二次綁架 為什麼他們不學習的 對 沒有學習的 第二次綁架 第二次綁架是怎樣 就是捉了他 這次是很誇張 他跟獅子開大口幾億 就是過億的了 是 以前的過億 你想想想 起碼是二十多三十年前的過億 他過億 但是 最後拱如心 他就 他本身又要籌錢 那些事情 去到突然有一天 就是 說 說 在海那裡 抓到那幫人 在海那裡找到車 就是 應該就是 已經浸死了 但是 從來 到現在 目前為止 都沒有找到那個老公的屍體 在那裡 Oh my gosh 對了 散江奇兵 就是那幫人 還很瘋 很瘋 跟現在很不同 一定不同 那時候 是 香港 香港的 警察警長 是 退休的警察警長 是有份策劃的 是 就是綁架這件事 他可能是其中一個人 哦 就是我看 X 探明說的 就是有些資料 他說 現在應該不會這樣做 現在最多都是 不要了 還是不說了 哈哈 現在最多都是 找到家屋裡面 嗯 然後不知道做了什麼 嗯 哈哈 哈哈 接著就是 去到 去到 他就沒有了老公 嗯 因為不見了 消失了 但是到現在都找不到 很可憐 對 很可憐 他們就開始要求神拜佛 是不是可以找到老公出來 找到屍體也好 對 不知道怎麼辦 對 直到 在機緣巧合之下 我不說中間的什麼 遇到什麼議員 然後介紹陳振聰 他認識 總之呢 他突然間遇到一個大神 就是陳振聰了 嗯 陳振聰呢 就 就認識了 龔如森 嗯 然後就跟他說 可以 用這個重心 然後幫他找一下 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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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就是找一個方法 找到他的老公 這樣 然後呢 最後都是當然找不到 但是他又很相信他 嗯 很相信 陳振聰 他還做了什麼呢 做了149個重心機 就是什麼 重心機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刮了一個洞 哦 刮了一個洞 然後呢 扔銅錢 扔鼓玉 扔鼓玉 扔鼓玉心的照片 扔月餅 可能跟那個分月餅有關 還有我猜 他不是扔完整的月餅 哈哈哈 老公啊 我知道你是不喜歡吃整塊月餅 你一定要分給員工 我給了十六分之一 哈哈哈 還有一個有味的公仔 有味的公仔 他又沒有說有什麼味 哦 就是他自己的味 我現在真的很想知道 你知道 每一年 每一年 那些大集團 大公司 譬如 譬如 什麼 半島酒店 會出月餅 對 我不知道余心集團 會出月餅 每一年 可能這些都很忌諱 哦 總之 他們就 搞了這些事情 搞了 丟了這些事情 然後 丟了新機 丟在不同的建築附近 嗯 因為華慕集團很厲害 然後 他就丟在不同的建築附近 嗯 然後就是這樣 就丟了這些新機 原本沒有東西 全世界都不知道 沒事的 事發到當年 突然間 2007年 就出市了 嗯 我又要說回陳振聰 他之前做過什麼 嗯 原來他最開始的時候 他除了做電子生意外 他還有去 尖沙咀開店 嗯 就是開這個風水店 哦 是啊 就是 就是做風水之外 又教人風水 哦 是啊 他教了一個 他全部東西 他基本上全部 所有他的一生 都是靠他爸爸的 哦 他爸爸呢 教了他一個 嗯 教了他一個 一個獨門秘記 嗯 就是叫做天圖佈局 嗯 就是風水的特別東西 哦 總之只有他教人才懂 嗯 最搞笑的是什麼 最搞笑的是 去年的時候ViuTV 然後聘請了師傅回來 是啊 然後就說回這件事 是啊 說回這件事的時候 然後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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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說知道那本本本是編劇 是一些故事 是假的 這樣的 他說他很明顯告訴別人 是假的 是啊 但是一處就靠覺不同的 那本本本本去 然後就可以騙到別人去去風水塘 對 接著他去風水塘很瘋 他寫了一句話 就是 他怎麼吸引別人呢 他的宣傳就說 可能是全球最具規模的堪譽研究組織 是不是很熟口臉 即是他加一個可能 全球最具規模的堪譽研究組織 可能 這個熟口臉是什麼 我以前也有笑過這件事 但我沒有在棟棟棟棟說過 即是好像家士伯 家士伯說自己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啤酒 是可能的 即是他怕被人高 然後又不敢說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就告訴大家 我是全世界最好笑的Comedian 應該 我不說可能 沒有人同意 沒有人同意 同意的可以打一字 對 同意的可以打一字 所以 因為我說自己全世界最好笑 你不能說 你覺得好笑 其他人不覺得好笑 沒有所謂 對 我自己覺得是全世界最好笑 對 其實風水也可以 他需要加個可能 遊戲 真的差 陳振聰 你這種質素的人 只能賺到20億 哈哈 哈哈 你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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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賺到幾千元了 哈哈 又有人找我做工作了 哈哈 是不是很開心 哈哈 又多賺幾千元 你可以嗎? 你可以靠自己嗎? 我把自己的運程 全部壓到最低 我也有23000個粉絲 你有嗎? 你可以試試開一個項目 哈哈 你這麼好運 你自己中了新機 我懷疑我們 不如在地上畫個洞 又丟我自己的照片 哈哈 看看會不會有幫助 哈哈 哈哈 所以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是暫停的 一段落 去到怎樣呢? 去到打官司的時候 才是最瘋的一些事情 打官司的時候有多瘋 因為他要爆點內網 一開始已經爆出來 說我這份是真遺囑 最後拿出來的遺囑 這樣就很瘋 然後他最瘋的一件事 就是永遠都是他老婆 跟他一起出庭 是 就是進去法庭 是 永遠都是 他老婆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很 很鐵汗的樣子 是 都不理會的 是啊 他老婆呢 是很誇張的 我給大家看看他老婆 陳振聰的老婆呢 陳振聰老婆的樣子 是這樣的 很瘋的 他是很老正 就是你會覺得 他是一個很清心的家庭主婦 你看看他 這些樣子 這些樣子 哇 拿著那本也不知道是否聖經 他還要有這樣的合照 真是瘋 有一個就是 他老婆 還有 拱如心 還有陳振聰的合照 這個很瘋 不是啊 這個不是陳振聰 不是啊 這是另一個牟利 不知道是他的員工 你不知道什麼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他老婆 永遠都陪著他出庭 嗯 我覺得整件事很瘋 你接不接受到嗎 你接不接受到 我真的接受不到 但是有 有 哇 有千億 哦 過千億 就是好像 你 你會跟一個很有錢的 呃 一個 女人一起 然後我就跟你 都 我也跟你一起 這樣 是啊 你是老婆 我知道 你是老婆 那個 那個 我只是貪他的錢而已 哈哈 我已經找了149個重生機的洞 給他 自己滑洞 都滑了他幾天 哈哈 哈哈 所以呢 我老婆我只是喜歡你 哈哈 我只是跟他按摩 哈哈 按摩的部分 現在開始說了 哇 那是怎樣呢 對啦 他在法庭那裡 因為他要 為了自己辯護 對 他要為自己辯護 喂 為什麼拱完身要找他 因為 我跟他的關係 非比尋常 不是一般的關係 我們一個星期 就已經在法庭 他老婆在那裡 對 他老婆應該在那裡 啊 聽著他這樣說 可能他老婆有個 一千億的 有個錢 在眼睛那裡 哈哈 雖然他的樣子很正經 但是你會看到 你試試顯微的 看真一點 你試試顯微的 看真一點 你看到 有個錢 他的眼睛 嘰嘰 看到嗎 哈哈 有個千億 千億是一個什麼概念 我是完全想像不到千億的概念 你看到家裡很亂 是啊 是啊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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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eon的朋友才可以重溫 嗯 為什麼會亂 會看到哪裡亂 我看到後面 我都說 叫你 收拾了一些東西 哎 你要放在中間裡 就行了 他張照片要放在旁邊 沒有辦法 哈哈 沒有辦法 你滿腦子 你的眼睛就是那些衣服 哈哈 他的眼睛就有一千億 哈哈 人家是多有目光 我就沒有 哈哈 你就看到那些衣服 或者你去不知哪裡買 網上買回來的衣服 哈哈 對 人家不稀罕 好啦 那些 我也有買給你的 對 也有買給我的 這樣 他就說 他就說到 他老婆一定會跟他出庭 他就說 原來 第一個星期就已經播了 他自己說 我不知道 然後裡面還有一段影片 大家都應該會知道 這個 裡面呢 他說在法庭裡面 播過一段影片 就不知道說了幾 五十次的老公珠 還有老公公 他說叫他做公公 是的 然後他在法庭裡面澄清了 那個公公是因為他叫我做老公的公公 哈哈 並不是被人淹了那個公公 哈哈 立刻拿出來 把證據出來 唉 那時候我年紀很小 要不然我真的進法庭去看看 真的挺好笑 我應該當場是忍不住笑的 因為你有旁觀 對 跟現在不同 是的 哈哈 他拿了證據出來 對 嘩 好瘋 他播片 播什麼片 就是播老公珠 老公公 然後他不停幫他睡 龔如森就睡了 然後拍照 幫他 好漂亮 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 不知道數了多少次 嘩 他真的數了出來 我記得新聞數了五十四次 正確是有個字 你想想那個記者是多麼慘 對 又或者我不知道 又或者那些律師 他真的 我們當時人數了四十七次 老公公 然後法官大人 是五十四次 五十四次 我們再聽一次 哈哈哈哈 還有那些律師 很可憐 不過那個律師 對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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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千萬 哈哈 因為他每個百分比也有幾千萬 嘩 所以呢 所以大家的心裡面 都是有錢的 對眼睛 對眼睛 有錢 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 這樣 但是 最後 最後 不過那時候 他還沒打這個官司之前 其實他已經有二十億 是嗎 因為龔如森是不停的給錢 是的 那他還衰在什麼 你知道嗎 他衰在 因為打了這個官司 因為他打算拿幾千 就是過千億的嘛 是啊 但是他因為這個官司 而穿了他以前 龔如森不停的給錢 然後他還很威衰 你知道嗎 他是全世界 唯一一個 全世界 唯一一個 或者第一個 起碼都 第一個 是會買一個空中巴士 即是一架飛機 不是派飛機 空中巴士 即是A3 A3什麼0 我忘了 A3 A350空中巴士 嘩 嘩 你就嘩 我就覺得是按鈎 哈哈 你又不是拿來賺錢 你買回來做什麼 即你說 老婆我今天買了一架巴士回來 即窮一些的版本 就是 老婆我今天買了巴士回來 你一定罵我 對不對 你為什麼買了巴士回來 你又不是拿來賺錢 你又不是拿來賺錢 你又在哪個巴車 你還要找到巴士廠去拍 那些東西不便宜 你又不是拿來賺錢 你又不是航空公司 你買一架飛機 你買一架空中巴士回來做什麼 你只要一個派飛機 兩個人坐 即是你要 譬如你整家人 你整家人一齊出街 當你 他不知道有沒有子女 他應該就算有子女 都沒有屁股 哈哈 那他 就當他有兩個子女 好嗎 沒有屁股的子女 然後 他這麼有錢 會不會告我誹謗 不過不要緊 你相信了耶穌 你應該好 你應該好 還有你應該是有錢 去報我Patreon 才可以看到 哈哈 看我的重溫 是不是 哈哈 很便宜的 看免費的 對 要看免費的 20億 20億 即是你已經覺得很有錢 原來他會要求要千億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一個生活風格 對 即是你又買一個空中巴士 變成做什麼 買了一個 空中的士 空中的士 對 哈哈 即是貴一點吧 空中的士 古巴 哈哈 哈哈 你又不是Elon Mars 那些 你可以上太空 你用自己的錢來 可以這樣賺錢 你又不是 對 你又沒有大支 對 所以 唉 所以我真的很不明白 不過可能 我沒有去到那個高度 或者我一輩子都沒有去到那個高度 我有一個億 已經很開心 你跟我說 有20億 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Mr.Sam在說 如果他買不到 即是如果他過了千億 嗯 他本身有20億 嗯 就買了一架空中巴士 嗯 Mr.Sam就說 應該會買兩架 哈哈哈哈 哈哈 他在購明說 應該會買兩架空中巴士 哈哈 是很瘋 很瘋 所以呢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樣 還有呢 在中間的那個官司裡面 嗯 做官司最金的一件事就是 原來他是靠他老爸 又是靠他老爸 他老爸教他 教他怎樣去做按摩 噢 然後他就幫拱如森去做按摩 原來他爸爸也是這樣的心態 因為他爸爸 但是他爸爸正老的 是嗎 他爸爸是因為他媽媽 他媽媽經常都頭痛 或者腳痛 然後呢 他爸爸呢 就去幫他做按摩 噢 我以為幫他這樣溝通他 也可能是溝通他的媽媽 這樣 這樣教他溝通 對 但是他起碼是對著自己的老婆 他就教他自己的兒子 噢 所以他一輩子就是靠他老爸的兩招 一個呢 就是那個假的劇本 就是天途佈局 那個風水 第二個就是靠按摩 獨門秘技也是 你也懂按摩 按摩我也懂 舒服的 我還懂一些絲襪的按摩 絲襪? 絲襪? 絲襪不是穿出來的絲襪 是絲襪的絲襪 還有很秘密的絲襪 對 絲襪很秘密的按摩 對 用絲襪按摩 來吧 蘇格蘭公主 絲襪 絲襪 你以為只可以做奶茶 穿上腳 其實可以按摩 是不是很舒服? 是否很舒服? 然後套上自己的頭 套上自己的頭 再套上自己的頭 還可以做這些按摩 你們懂不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晚試一下 今晚 你可不可以賣個新的絲襪? 你不會用你的 為什麼? 有味的 為什麼沒有有肥? 有味 很棒 人家要放進去中心機 人家要有味的娃娃 哈哈 好了 整件事大概是這樣 而到最後 大家記不記得 首尾呼應 大家記不記得 我一開始的時候 有說 1986年 他沒試過簽四張信用卡 然後騙了九萬多元 然後原來 當時 幫他打官司 的那個律師 大律師 就是幫他打官司 就是幫陳鄧聰 那個律師 是做了他爭家產的法官 蛤? 是啊 但是那個法官都判了他輸 是啊? 是啊 可能那個法官本身已經覺得 你那個... 你那個... 哈哈哈 我已經知道你的東西了 你還要遇著我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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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就是...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小 是啊 真的很瘋 所以... 又賄賂不了法官 為什麼賄賂? 又按摩又施密按摩 可能是 可能是 又按摩 法官我懂按摩 是啊 我幫你重新機 這樣 但是呢 我現在開始分析一下 究竟 你可不可以做到陳振聰? 我啊 我們啊 我們啊 我們有沒有資格可以做到陳振聰? 有沒有那麼厲害? 你有沒有那麼厲害呢? 有可能性 你笑得有點像他 哈哈哈 我這樣笑 因為他是沙華 沙華笑得很大 但是他乾頭 哈哈哈 是啊 你整個頭髮 喂 牙都可以嗎? 哈哈哈 牙都可以是嗎? 哈哈哈 那你這個朗拿丁奴也是吧 哈哈哈 哈哈哈 這個朗拿道啊 還有哪個手啊? 哈哈哈 蘭西啊 馬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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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去跑馬地那裡 跟馬說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有資格啊 你可以做到陳振聰 你懂不懂按摩一隻手 哈哈哈 他一按就叫死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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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按就踩死人 很可憐 哈哈哈 好了 究竟大家可不可以做到呢? 有幾個規則 是 首先你有一個好的爸爸 那爸爸呢 他本身呢 給了這些東西 你了 又有些風水的東西 又有些按摩 嗯 然後呢 還有我覺得他個人要夠誇 是 就是你從他抄這個 抄這個 那個 那個啤酒廣告呢 可能是全世界 哈哈哈 最具規模 那一刻你已經覺得他是一個很誇張的人 是啊 不過有人相信才厲害 有人相信才厲害 但是你知道他現在少了很多錢嗎? 少了很多錢? 是啊 但是你都一輩子 你剩下一個億 都已經一輩子 都花了 是啊 還有你有一個億 你 你 怎樣 我在想 你 你拿來買樓收租也好 都已經不會 你都可以賺錢 不過他現在的樣子是笑不出的 他樣子 那時候是誰都傻傻的 誰都傻 因為要保持一個好的形象 哦 現在又笑不出了 不會看到他笑得這麼大 可能他用剩下的錢來哭 哈哈哈 哎呀 剩下那麼多錢 哈哈哈 啊 你用了這些錢來哭 是啊 全部雙金 哈哈哈 牙波雙金 全部 麻煩你 哈哈哈 然後他又沒理由 這些錢呢 你就不可以幫我拿走了 是啊 因為林拿走他的錢的時候 可能他就把所有人都藏起來 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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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怪不得笑 所以他就不可以笑 可能就是這樣 這麼荒謬的理由 我也想到 哈哈哈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 20億 大家可不可以嘗試想像一下 你有20億 究竟 你有20億 你會不會願意去無這個險 去爭取千億呢 嗯 你會不會 就是 為什麼 就是 就是 20億 我都想不到 20億我已經 離開了 哈哈哈 如果你跟我說 千萬 我會有個概念 就是 就是 哦 哪裏的房子就過千萬 是 一億 我已經是 我走山才會經過 看到那些 那些屋子 是 就是山上那些屋子 我就會 哦 這些有幾億的 我知道 唐英年以前住在那裡 然後地下有個酒窖 有個泳池 那些 但是呢 你跟我說 20億我已經 我完全沒有過 就是 我沒有 應該沒有 這個世界有什麼產品 是過 過 過5億 我真的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有什麼東西 是過5億 可能有些機場跑道吧 嗯 有的 有的 那些 香港最流行的工程 哈哈 就是那些 港珠澳大橋 很多個億 幾百億 是啊 那些東西 但是我不會有這樣的概念 嗯 所以我是不知道 20億 嗯 還有過千億 就是那個分別是在哪裏 它怎麼都是很舒服的 是啊 你為什麼要這麼貪心 是啊 然後打贏的官司那個人 都說 他就是貪心 是 而我 就是我可以說一下 就是我講不到錢的概念 給大家聽 嗯 但是我講一個 數字的概念 給大家聽 就是過千億是什麼呢 你要知道 每一次男性 哈哈 哈哈 一講一億 大家就知道是什麼 哈哈 男性 不是 就是 男性會喝的那些益力多 哈哈 哈哈 一講一億 只會想起益力多 你想起什麼 你想起什麼 你想錯了 哈哈 哈哈 是的 然後第二件事 就想起精蟲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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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男性 四個一次精 最厲害最厲害 都是一至二億 哈哈 哈哈 你數過 不是啊 我Google說 Google說 一至二億 每一次 你是不是有些概念 哈哈 就是那一塊 那一塊 那一塊 這裡有一億兩億 哈哈 但是你想想過過千億是 好瘋 是 是 滿了的 哈哈 不是滿了 沒有可能 先想一下 過千億就是過一千次 一千次的那一塊 哈哈 嘩 好噁心啊 我看到 我想起了 就是你覺得可以拿來做 侏羅紀公園那些 那些恐龍的口水 好噁心啊 夠多到這樣 是 好噁心啊 我也想起了 不好意思啊 各位觀眾 因為十八禁的動作 笑容 哈哈 哈哈 所以如果你可以概念化 這個千億呢 就是你想起一千次 一千次就是 每一天你都很努力 去剷出這個精子 哈哈 哈哈 都要 都要大約是兩年半 哈哈 才有 你才能儲到一千億的這個數字 嗯 所以是很瘋的 我是不明白這個數字 是 是 就是 這麼遠的數字 跟二十億是否真的需要 嗯 然後呢 大家可以做到呢 就是你會不會按摩 嗯 對 就是不用英俊的 嗯 你會按摩 嗯 而且你要欺負 你要是沒有面子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欺負人 欺負自己 欺負自己 還要欺負老婆 是呀 老婆都 一切過來的 是呀 是呀 幫人家按摩 是呀 是呀 所以每個人都有嫁 所以 那些人都說到 嗯 我是沒有嫁的 我 就是 哈哈 我是沒有嫁的 因為我沒有試過有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如果 如果 有一個很 很有錢的男生 跟我說 你幫我按摩 給我很多錢 那你不用? 我在旁邊看著 哈哈哈哈 要我穿絲襪的 要停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過他很享受 他給你多很多錢 然後我要繼續幫他按摩 按摩按摩些什麼 我一定要在旁邊看著 是啊 哈哈 哇 很AV 是啊 哈哈哈哈 很AV情緒 是啊 還要在旁邊看著 他反而說 正啊 我想的 我就是想這樣 哈哈哈哈 通常那些AV情緒 就是 在旁邊的男朋友看著 哈哈哈哈 但是 無緣無故有個AV女優 在一個男生 就是在我旁邊的 然後說 你看得很開心嗎? 哈哈哈哈 然後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報仇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壞啊 我覺得 我平時是不會說這些話的 哈哈哈哈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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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這麼瘋 他說還要用油 按摩油呢 按摩油 按摩油 按摩油也沒有什麼 哦 看按摩油放在哪裡 哦 背部那些 背部那些 是正常的 就是塗太陽油那些 是啊 看看他過千億 對 你也肯嗎? 就是按摩 哦 他做其他事情就不可以了 哦 你肯不肯嗎? 我 我 如果是你 如果你要幫人按摩 就是 你 你肯不肯按摩? 我肯不肯幫他按摩? 嗯 其實我也不懂按摩 啊 哈哈 我們一去到這些 很緊張的關口 這些叫 Denigma 對吧? Den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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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避開 哈哈哈哈 就是 我都不懂按摩 哈哈哈哈 或者我不喜歡錢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個男人是誰 我都不懂 對 要想清楚那些問題 哈哈哈哈 敏感那些人 是啊 但是你看到嗎? 過千億 過千億 大家想想 周圍那些錢 哈哈 好像男性每一天喝益力多 那些 那麼多的益力多 哈哈 這樣 這個真的很瘋 不會 放心吧 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哈哈 我們沒有資格 因為 那 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我作為一個拱如心 如果我是拱如心 嗯 我覺得最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他沒有了老公 嗯 然後他是想找 他想找回老公 嗯 就是靠那個風水師傅 嗯 但是誰知道他最後跟那個風水師傅在一起 因為他很瘋狂的 他很想 給很多愛給別人 這個 個人最靠近 他很自然 那個愛要傳送到他那裡 那他又覺得他又很幫到他 那他就可能錯誤 覺得那個是愛 我們不如 我們不如試試看 演繹的故事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老公呢 我老公 我老公 我老公啊 我很想念他啊 你怎麼按摩 哈哈哈哈 你怎麼按摩我 我按摩你 哈 你是不是介紹我風水師傅給我識 我不是介紹 我是那個風水師傅 你就是 我忘了老公啊 你能不能幫我 你不要 你看看你很英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我的牙齒是不是很白 我要找到老公啊 我現在很善啊 很善啊 哈哈 真的按摩 很棒 你想想是 你按摩 哈哈哈哈 你想想是多瘋 哈哈 他本來打算找了老公 但是他最後是找了那個人做情夫 那他很想找他的時候 那個desperation 是很厲害的 那個人真的很desperate 很想找到又很想找個人代替他 可能是對的 那個感覺好像是 本來我就去藥房 我要買偉哥了 就是我要買偉哥了 但是突然間有一個人說 喂 不行 偉哥沒有了 我們現在只有止痛藥 然後他就從此對止痛藥上癮 就說不斷吃 那件事很不合理 那件事是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自己很頑皮 反而會止痛藥 或者他拍這個印度神遊 不斷喝 兩件事 他也是完全是有conflict 還要 最後找到那個老公怎麼辦 老婆 我終於游泳回來了 我飄了一個去日本多慘 接著有三下門 然後他突然說 哇 阿珍聰你真是適合 原來做過新機後真的找到老公 是不是 介紹你認識一下 你再穿上褲子 這個介紹一下 他叫鎮聰 哈哈哈 對呀 他剛剛說要做這種儀式 才可以找到你回來 你不要走啦 你是不是真的回來 都是因為他 你快點貴他 要這樣 可能 哈哈哈哈 從此就有兩個男人 哈哈哈哈 唉真是 真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一個喜劇還是悲劇 嗯 這個應該是一個 一個comedy還是 還是 tragedy 其實很可憐 對呀 對呀 慘 但是我們旁邊的人就會覺得好笑 嗯 我們所有旁邊的人 我替那個女人慘了 是啊 這麼多位在座的觀眾 包括上 之前我認識的同事 你覺得你自己可不可以做到 剛才我講了陳振聰的事情 嗯 你覺得你自己做不做到陳振聰 你覺得這樣的吉士 就是你完全埋沒了自己的良心 就是連老婆也要帶上庭 就是要拿一千億出來 你行不行 嗯 嗯 但是千億 你要記住千億是多麼多 是你不知道有多少的 那個概念 剛才我已經說了 你有多少呢 就是不知道多少 主要多到你覺得不知道多少 嗯 但是到了現在 因為他那時候 因為他去打官司 嗯 他又被人發現了 送了一些錢 所以 稅局又要收他的稅 哦 然後第二就是 因為他輸了官司 就要賠了 嗯 然後他還給了對方的律師 就是那些 律師費 就是那些 律師費 然後律師費 那些東西 全部 全部沒有了 很多錢 是 他還要坐十二年牢 好像 然後去年又終於出來了 嗯 你想一下 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值不值得呢 大家也值不值得呢 好了 所以呢 但是他老婆應該 應該很優秀的 是嗎 老婆 是啊 你知道嗎 我有看過新聞 有新聞說 他說 即使是他們輸的官司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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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的 他仍然都每個星期 每一天 是會買衣服 我不知道 總之 他說他老婆買衣服 但我不覺得 你看看他穿的衣服是這些 但是這些是很貴的 他說很貴 哦 這些 總之他說他很有錢 哦 可能他這件衣服 是啊 不知道 因為他設計師會玩他 哈哈哈 總之他說 他一天 可以花一萬元 哇 一萬元 他說又做了眼鏡 做了眼鏡 哦 這個人可能還沒做 是 做了 他就算是輸的官司 都每天都這樣玩 哦 都是 嘩 那他老公真的很大犧牲 哎呀 是呀 就是他心想 就不能搞那麼多事情 哎呀 我也是這樣玩的 你不是出去玩女人 哎呀 出去繼續賺錢 對呀 就是這樣 不知道他會不會探監 是呀 會不會呢 探監會怎樣呢 嗯 哎呀 你那時候應該 播放的時候也會錄下嘛 可能他會說這種話 哎呀 真是 人性真的險惡 我又幸好沒有遇到這種人性考驗 遇到我也一定不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的腦子應該是混不著 哈哈哈 如果以蘇教人公主認識的我 你會覺得我是蠢的 在這方面 就是賺錢的那些東西 哦 我會覺得 你會覺得我太過 太誠實了 太誠實了 你經常都說的嘛 太過 說了心的那些 是啊 所以我是做不到陳敦聰的 是啊 你做不到古惑的那些人 做不到古惑 是啊 大家想不想試試給我騙呢 哈哈哈 我一定騙到你的 我告訴你 哈哈哈 我實在是太誠實了 我連做Patreon 這麼有心思的那些東西 都真的放了很多心思 嗯 我在說什麼呢 連這麼有心思的東西都可以 連這些東西我都放了很多心思 即使我比起很多不同做Patreon的人 譬如好像我的朋友叫劍吳 嗯 他是過千 一千個 嗯 一千個的Patreon 嗯 就是我跟他差很遠 他有一千個 就是我沒有他那麼多 但是我都放了很多心思 嗯 你心思的那裡應該會有他的結果嗎 不知道啊 他有中心思 就是什麼心思 剛才說的 陳振聰的中心思 我就有心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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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所以大家訂閱我的Patreon 快點看下方有個連結 你趕快點趕快點趕快點 下個月我又會再放一些動篤笑 如果你說 喂 我不行 天啊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看到你在螢幕裡面的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進來了 在螢幕裡面可能是因為免費 但不要緊 現場表演會有一個 有些什麼呢? 就是7月23日 我就會有一個即興的棟篤笑 我是訓練了很久 上年已經做過一次 今年我就會再做一次 但是有不同的形式 加插了不同的元素 令到那件事更加豐富更加好笑 還有我已經熟練了那些技巧 我一會完結後 我又會做一些練習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試試 你沒看過的話 試試一下 棟篤笑我也看過 王子華那些看得多 可能你甚至入場看過我 但是即興的棟篤笑 你可能未必看過 就算入場看過我 你在世上看過我 你見過我跟觀眾即興去做一些事情 都跟今次是有些不同的 都會有些少少這樣的元素 但是今次我簡直在台上 我即興的事情 不是就找觀眾去搞笑 那麼簡單 而是我簡直創作 一段棟篤笑出來 都很難 根本就是天才才做到 大家會看到 我的才能和我現在訂閱的人數 的差別是在哪裏 所以大家要努力 但是 我是一個很堪步的人 我是很低調 雖然我是一個天才 但是很低調 我這樣說已經很好 雖然我不是神級的天才 雖然我不是神級的天才 雖然我是一個天才 但是因為我是很低調 所以我的表演只可以坐三十個人 那會很快點買票 不然又要炒 其實現在已經買多過一半了 現在還有十多個票 另外一場就是有十八禁的動作小 我猜其實應該是 我的表演應該是會加場 嗯 因為很快 我猜應該 因為還有兩個多星期應該會加場 這樣 如果你還沒買票的朋友 快點買票 買了票的朋友 因為如果你是看加場那一場 即是之前的 那你就變成了 因為通常那些人會喜歡看尾場 尾場的話 就是會比較熟練 嗯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即是你之前 如果你看表演 你很少會看 頭幾場 可能第一場的人 就是想看他緊張的樣子 但是你不會看 第二、三場 但是我的第二場 其實就等到最後一場 所以呢 如果大家真的要看的話 你可以上我 總之我下面這裡都有連結 你按進去 你都會看到 可以買我票的 嗯 就是即興棟督笑 第二集 即興棟督笑 100%沒有稿即興棟督笑 第二集的 嗯 在茂羅街 Tiffany 說得對 就是在茂羅街 七號那裡 嗯 三樓 是啊 大家到時候就過來 大家一起笑一天 笑一晚 我完結之後 就會有十八禁的棟督笑 嗯 全香港暫時只有我們會搞的 嗯 就是十八禁 因為都沒有人搞棟督笑 總之呢 就是進來 全部都是十八歲以上 才可以說的笑話 但是我不會檢查你身份證 因為我沒有這個時間 如果你是十八歲以下的話 你最好你就留鬍吧 你趁這個時候 那女生呢 女生就 就穿得性感一點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女生怎麼可以成長 我來的 穿高跟鞋 哈哈哈哈 18歲以上會做什麼 女生 你怎麼為之十八歲以上的女生 嗯 你進來講話 不要太幼稚 我們兩個人 走 一看就自己不夠十八歲 哈哈哈哈 這樣 就是這樣 去到最後這個時候 喂 如果你想重溫我這個Youtube 那你就麻煩了 你一定要去我的Patreon 才可以重溫 這樣 或者你要在現在這個時候 你停止你現在的Youtube 然後你在今晚 今晚之內 只可以今晚 這一個小時內 你就可以重溫 如果你要做免費仔 又或者 如果你說 喂 我不用看你的樣子 你這條底褲有什麼好看 哈哈哈哈 我全程就是路著這條底褲來看 有一個Dragon 這個底褲 對 有一個Dragon 對 有一個Dragon 有一個Dragon 的底褲 哈哈 有條龍的底褲 哇 很有中國特色 有條龍的底褲 我不想看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的Podcast Apple 又或者Spotify 你也可以找到神經病的Podcast 我們同一時間 下個星期再見 但是一會兒在Patreon 有什麼看呢 一會兒在Patreon 就會說一下渣男 究竟有什麼特徵 我又會笑一下渣男的特徵 你有興趣呢 一會兒再過一個小時 我就會做Live 在那邊 那一會兒再見 好吧 拜拜 拜拜